大家好 分享一下 3月17日星期日 2024年的世界日報 分享一下 頭版 第一單 上面的單是中國學生留學 美國已非首選 OK 美國非首選 哪裏首選 原來他們現在 喜歡去英國 英國主要就是治安 治安就是 英國比美國好 有些中國學生 因為現在美國 開始不友善 這裏有寫不友善 減了多少 19-2020 有37萬 中國留學生來美國 去到2022年 跌了多少 跌了9萬 剩下28萬 剩下28萬 大跌 再到2023年 2024年 我相信都一直向下 他們轉了去哪裏 留學生 都是 大跌 都一直向下 找部 那麼多人 出國 去了英國 有很多 去英國 美國有什麼人多了 一樣有 有人 叫做什麼 事觀歸古里亞 有人留夜趕火場 那就是會激增了什麼地方的人 印度 印度和南非 多了很多 就來美國留學 OK 那中國 就是少了 那麼就去了 英國 OK 那下面這單 都是 大家要注意了 就是SpaceX 就是Elon Musk 那個 Elon Musk 那個 OK 就是跟政府 已經 達成了這個 合作 已經簽了約 那麼有多少錢 18億 18億 那麼這個SpaceX 這個衛星網絡 是全覆蓋的 所有地面的 目標 地面的目標 是無死角 就是在哪裏 他都可以 地面的 追蹤到你的 是吧 那他就跟這個 國家偵查局 是吧 其實都是 國家安全 部 國家安全局 那些 部門來的 OK 那就 全覆蓋 Elon Musk OK 那就 好 上面那兩單 小事 就 搞結婚 遍錄卡 就 在那個 星島那裏有提 了 星島就拿來做頭條 OK 那說了 就是有拉了四個 菲律賓的公民 OK 就有六百單 做了六百單 看看他們 另一個 現在右邊 就是自然食品展覽 華人美食兩眼 哈哈 現在都是 崇尚的自然 是吧 自然的 好 下次再見